现在我来上这个高光的地方 高光的地方你可以拿这种高光笔 然后这种打亮的 然后涂在这里 然后额头这里 然后还有提亮鼻子 然后还有需要提亮的 这里如果你想鼻子更加窄的话 这里打上鼻子 然后眼睛下面 这里打上高光 还有这是这里 如果你想嘴巴嘟起来的话 在这里打上阴影 然后在哪里打 那是这里 这里打上阴影 然后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然后注意哦 如果你是想把晕晾开来的话 最好是两个海绵 一定要分开 就是打高光的 用打高光的海绵 就是打阴影的 用阴影的海绵 要不要它整个状态就会活掉了 就是高光和阴影这样子混合一起 就显得整个脸很脏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先用这个阴影的地方 一定要和旁边的肌肤融合 要不要像这里 这样子就不好看 一定要把它旁边的肌肤融合一起 把边缘弱化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在鸣鸣这个高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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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拿上这种的高光粉 像这样子的 我用的是mrx特色的高光 然后呢是打到这个眉骨 这里 提亮 然后呢鼻头 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的眼眉处 这个地方 这里 这个地方 打上这个高光 然后这里 也打上 而因为呢我现在还没上这个腮红 所以呢我今天的这个分享是 修容和高光 腮红的话呢也有分很多种不同的 那个腮红呢 它打出来也会影响你整个脸型 整个脸型会不一样 夏季我再分享给大家一些腮红的一些打法 好了 现在呢已经把修容的 要打上阴眼区域的一些地方呢 还有 还有要打高光的一些地方呢 也全部分享给大家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两边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 是把这边 这里的区域全部修饰了 你看 这边是这样子 然后进去的 这边呢是圆圆的 好了 我现在呢把这个头发放下来 然后给大家对比一下 你看 如果你把这个头发放下来的话 就是整个这个 就比较有这个凹凸感的 特别是这个鼻梁 你看整个从这边看 从这边看的话 这里是平平的 好了 今天的这个修容和高光的一些 化妆要点呢 就分享给大家了 那么下期呢 我会再分享一期腮红的地方 不同的区域打的腮红 也会影响你的脸型 好了 下期见我是江哥哥 谢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别忘记转账评 一键三连 这个对我很重要 也希望大家能观看到最后 就是能给我一个玩播率 谢谢你们 拜拜 我是江哥哥 拜拜